私家车撞的这个行人不知道去哪了 撞了15年是一个人搞上来的 当时也非能起个直留下的一件外套 私家车在高速上撞到人 交警赶到现场后却发现 伤者竟然凭空消失 只留下一滩泄气和一件衣服 经过几个小时的搜寻 居然在20公里外找到了失手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点赞关注咱们记得往下看 2015年2月26日 惠州的赵先生结束春节假期 准备回深圳上班 凌晨5点左右 他驾车返程 按照正常的时速 在广佛高速公路上行驶 然而当通过某个路段时 路边突然冲出来一个行人 赵先生吓得赶紧刹车 可惜车速太快 没来得及躲避 最终还是不幸撞倒了 赵先生第一次碰到这种事 整个人都蒙圈了 等他缓霍神后 赶紧打电话报警处理 之后他又下车前去查看情况 结果发现被撞的行人 正侧躺在公路中间 情况十分危险 他原本打算将伤者拖到路边 但当时来访车辆很多 车速又很快 赵先生担心 人没救成 自己也被撞飞 只好拿出三脚牌放到旁边 并守在附近 向过路的司机挥手示意 不过那时正值春运返程高峰 而且天还没有亮 尽管赵先生一直在用知己警示 但其实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短短几分钟内 三脚牌被撞入得稀碎 伤者也惨遭多辆车碾压 彼此同时赵先生的私家车也存在潜在危险 他因为着急下车查看伤者 把车还停在超车道上 由于车上和老婆孩子 赵先生担心再次发生车祸 便暂时跑回去挪车 只是令人没有想到的是 当他把车停到紧急车道 再次返回事故现场时 原本躺在地上的伤者 竟然离奇消失了 赵先生急得上蹿下跳 于是再次报警求助 那个行人 他为什么上高速 他怎么害死我 驾车撞的这个行人 不知道去哪了 他们都说不知道行人去哪了 那个时候我就感觉 男子自称在高速上撞到人 警方闻讯赶到后 却发现伤者竟然离奇消失 现场除了一辆车头 已经严重变形的私家车以外 就再也没有任何线索 警方正好沿着事故路段 继续搜查伤者的下落 奇怪看到路面上散落着零星衣物 还有一些断断续续的血迹 奇怪的是这些痕迹 却在距离车祸现场 250多米的地方完全消失了 由于事发时是凌晨5点多 路面能见度低 光线不好 监控并没有派到被撞行人的踪迹 但从行车记录仪上可以看到 赵先生确实撞到了人 警方怀疑伤者可能被其他车辆拖行 或者被撞飞到了户篮外 于是缤纷两路 一组负责搜寻附近的绿化带 另一组则沿着高速 对于方圆50多公里的路段 进行地坛之摸牌 可惜忙活了半天都一无所获 被撞行人像人间蒸发一样 消失了无影无踪 正当所有人都陷入困境时 东莞高速公路大队 再次接到了一个报警电话 报警的男子姓陈 据他讲述 凌晨六点左右 他曾开车路过事发路段 当时他感觉车子颠了一下 像是压到了什么东西 于是赶紧靠边停车查看情况 结果并没有发现有什么异常 但此时他心里还是隐隐不安 因此在回到家后 他又一次检查了车辆 这才发现车里有血迹 只是被二次碾压后的行人 究竟去了哪里 陈先生就不得而知了 后来交警大队又陆陆续续 接到了几个类似的报警电话 司机们全都自称车上有血迹 但不知道压倒了什么东西 警方推断他们压倒的 应该就是找县城之前撞到的路人 就在民警们继续搜寻时 距离广佛高速公路事故现场 大概有二十多公里的深圳 发现了伤直的重迹 行人深夜在高速公路上 被撞倒后竟然莫名其妙地 从车祸现场凭空消失 警方找遍了附近的所有的路段 最终却在二十多公里外 发现了伤者的尸体 那么他究竟经历了什么 为何会出现在高速上 点赞关注 咱们接着往下看 事发后四个小时左右 东莞警方突然接到深圳方面来电 说是在光明区发现了一具 血肉模糊的男尸 有可能就是之前被撞的路人 警方带着疑惑 迅速赶到了现场 可此时死者全身衣服被磨光 头部也损毁严重 尸首分离 而在现场也并没有发现 招式车辆 警方只好比对DNA 没想到最终证实 这名男子确实是之前被撞的行人 死者维某32岁 云南省傅宁县人 生前他一直住在 事发地附近的大浪镇 虽然家里人也不清楚 他半夜跑到高速上的原因 但民警在勘察现场时发现 陆基附近的防护网 有人为破损的明显痕迹 维某很有可能就是 从这些破洞处翻上了公路 而从下面这两段监控视频里 或许可以解开维某备状后 为什么会出现在20公里外 画面中有辆面包车的车底盘 疑似挂着一个人 不过司机似乎并不知情 一路拖着他下了高速 在经过收费战时 收费员注意到了这个情况 甚至还和下一个车主展开了讨论 而在另一个画面中 可以明显看到 车尾挂着的确是一只人的脚 随后警方通过车牌号找到车主 从面包车的底盘处 发现了大量人体组织 此时司机孙某正在尸体 发现地附近的工厂上班 可以确定他就是最后一个招逝者 对于这突如其来的噩耗 孙某吓了一跳 他表示自己并不知情 虽然开车时 曾感觉到面包车突然震了一下 但当时他没有在意 直接开车走了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至少遭四辆车碾压的围谋 最终会被自己一路拖行到神圳 要知道的话 当时都直接就会下 我停车我下来报警 什么事都都好说 是不是 现在搞成这样的事情 我只是说我心里面也很难受 虽然维某被拖行20公里 十分悲惨 但行人穿越高速公路 万谁都有可能九死一生 这是可怜的一些被肇事的司机 留下一领不说 还有可能面临刑罚 交通事故常常让人触目惊心 但是对于健忘的人们 写的教训还是没能起到警示 真爱生命 谨慎下车 别等到出事后 再后悔莫及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